那一天在外交國安委員會 我已經有提出過類似的問題 我今天再跟您確認一下 就是說因為你們一直提到這個肯亞案 在4月8號才知道 那你們今天提出來的 這個2月16號的會議結論裡面 也提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司法警察機關接獲 這個駐壞2月16號的結論原則的第二點 103年 民國103年就在肯亞 就知道有這個案子了 那我們雖然在肯亞沒有一個外交單位 但是我們在南非有法務秘書 那因此外交單位就通知了 這一個法務秘書 那法務秘書是調查局的人員 那麼按照這樣子的你們的結論原則 是不是應該在第一時間 在103年的時候 接獲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就應該要及時通報法務部 對不起 那個委員 因為當時這個我的了解 因為當時我還沒有處理國際科的業務 好 那這個會是在國際科這部分 因為外館可能會發電報回台灣 那基本上外館是都會通知法務部的 就是說有一個案件 可是想起呢 我們是不清楚的 那個次長 陳次長 您這樣在 我問你一下 是肯亞在辦這個案子 就是說就這一個事件 到底情況是如何 就是說為什麼法務部 所屬的調查局 在外交部在103年 南非的代表處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一直沒有一個建立一個通報的系統 將這一個通報到法務部來 這個我就不知道 可能我們資料裡面沒有看得到 那因為是通報會通報 那因為剛剛大副市長說他也不清楚 市長也不清楚 那個案子 那法務部有哪一位是比較清楚的 可能先問一下調查局 因為肯亞案是大陸去跟肯亞合辦 他沒有先通知 那個調查局或警察局 我說核辦的部分 因為這件事情 等於一直在提到就是說 4月8號法務部才知道嘛 對不對 但是人已經計較被帶上飛機了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上次已經請外交部 在兩個禮拜內提出一個解討說 為什麼這件事情沒有辦法 透過調查局的法務秘書 直接通報到法務部 讓你們可以早先的 這個在 今年的4月8號之前就掌握這一個狀況 然後呢 就這一個事件呢 也根據這個兩岸司法付出協議 或者共黨協議 講的這個內容 然後來跟這個 中國那邊進行協商 然後導致措所不及嘛 那就這一個部分 到底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 我現在先問一個因跟詞啦 好不好 到底市長的認為 在調查局 駐南非的這個法務秘書啊 已經知道了 肯亞有這麼一個案件 而且逐漸的在審理進行當中 乃至於最後還破判無罪嘛 對不對 這個外交部都有掌握嘛 那在第一時間 到底應不應該要通報到法務部 如果是有偵辦案件是會通報的 但是那個這個案子呢 因為一開始是 憑亞從這個放火案 開始辦旗 然後他們的罪名也起訴了 就是屬於電信 使用電信罪 而不是跟詐欺 開始是沒有涉及到大陸詐欺 那後來是 大陸公安自己去找他們的 這個也許我們的法務秘書不知道 這是我猜想 也許我們的法務秘書不知道 一直到三四夜間 陸續判無罪以後才知道 我現在不是在管這個事件的性質 如果知道應該通報啦 對啦 就是說有這麼一件事件 我們的國人在 肯亞被起訴嘛 那被起訴之後 他到底是不是按照你們的通報系統 是不是應該要將這個事件 他法務秘書知道了嘛對不對 法務秘書是你們調查局的人嘛 那他到底應不應該要在 103年陸續的 要將這個事情要通報到法務部來 我問的是應不應該啦 如果是偵辦案件是應該啦 但是這個案子應該不是國內 當時沒有發展到國內偵辦案件嘛 也許他就這樣沒有通報 那你的答案 外管 外管本身會通報外交部 對 那外管他通知了法務秘書嘛 那法務秘書要將這個類似的事件 不是應該要一路的跟蹤 然後通報到法務部來嗎 如果是辦刑案會一路跟蹤 但是如果不是國內要辦的 也許他們 這個我們內部再做了解看看啦好不好 那個調查局 那你們到底應不應該通報到法務部來啊 跟委員報告 我想在肯亞這個案子 一般來講的話是大使館 大使館 知道這件事 法務秘書通常只做情報的反應後 我們收到這件案子 肯亞這件案子 我們是在 是在這個4月8號 我們收到第一件情報 那我們情報的話 所以按照你們的講法 你們的法務秘書 這件事情查清楚一下 你們的 駐南非的這個法務秘書 是哪一位 名字交上來 然後他在什麼時間知道肯亞的這個事件 那麼他是如何做一個處置 他在按照規定 是不是應該要將任何的狀況訊息 要通報到法務部 再由法務部來決定 要不要跟陸方那邊做交涉嘛 那這一個 這一件事情 是不是應該要查清楚一下 通常他會把這情報報回到我們的國際事務處 國際事務處 我們會寫成重要日 狀況之報表 我們在重要日報表 我們上面寫的 請分傳國際 國華務部兩岸事 國兩事 我們有把這個情資分給國兩事 我想我這個質詢的部分到這裡為止 我希望 華務部 市長 好 這個過程我們了解一下 把它查清楚 而且要給我人民 給我通報的內容 你們做相對應的處置是什麼 那麼為什麼最後的答案會說 你們法務部是在4月8號才知道 這整個事件 而不及因應 對不對 這件事情我們要做一個全部詳細的了解 那你多久可以給我 一個禮拜 好 一個禮拜可以給我 好 感謝 那我再問一下 副市長 副市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會不得不去容忍 他們的公安筆錄拿到台灣來 而我們沒有辦法對這個公安筆錄 這件事 所謂的合乎我們的證據能力 或者講說具有證據的事格的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一致的見解 或我們有一致的看法 那我想你也很清楚 至少依照我們現行的行事說法 他畢竟就是屬於審判以外的人 被告以外的人在審判外的陳述 所以他原則上他是不能夠當作證據的 但他有一些例外 他有一些例外 那您的看法 您的搖頭的意思 可是委員 你剛剛前面講的那一段說 上次我有跟你說什麼不能容忍 那個公安筆錄拿來台灣 我上次好像不是這樣子講的 沒有沒有 那個不是我想你講 我現在是講說我們上次對答了解 就是你上次提到 您的了解 你的理解是這樣子 你只能在現場看嘛 我們不能夠問嘛 你上次回答 我們是可以補充訓問的 補充訓問 有啊我有講 我們可以在現場 然後補充訓問 就是不是直接訓問 但是是補充訓問 那個委員 我這個要跟您報告一下 上次你有提到 那個台美司法互助協議 那裡面有規定說可以在場訓問 可是我們在實務上做 像美國來的調查官 他們在我們法庭裡面 我們是讓他坐在旁邊 聽我們問 然後問完以後 問他有什麼要補充訓問的 然後我們會幫他問 所以類似像那個何一廷的 就是說是有主審的人在問 不是請他直接問 所以我再請教一下 實務上你們現在 到底做到了什麼程度 我們 就是說依照 你聽我講一下 就是說依照海峽兩岸調查取證 罪章移交作業要點裡面的規定 是說在場的這一個 大陸地區的指定的人 不得直接訓問 那如果照您剛剛的講法 就是說他可以補充訓問 因為我們的直接的規定 就是不可以直接訓問 對 就是直接這樣問 那我現在的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實際上的做法 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包括 我們請求他說來調查 所以我們會到他那邊去 對不對 也包括說他到我們這邊來 對 那他到我們這邊來 某種程度等於要等同在承認 我們的司法的主權的情況之下 他來這邊接受我們的 司法的這一定的程序 然後讓他來問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就現實上的做法 我們到底有沒有曾經派過人 到 這相對啦 我們派人到他那邊去 那我們到他那邊去 到底有沒有能夠直接訓問他 不是直接訓問 就是補充 就是這樣子 我講兩個案子 一個是我們被請求 一個是我們請求的 我們請求就是到大陸去嘛 到大陸去的那個案件呢 是他們的檢察官開了一個偵察庭 然後另外我們在 我們是派檢察事務官 還有調查官去 這個我不多講那個我們去的人 但是他不是檢察官 就是屬於我們的司法檢查系統 因為那個案子到現在 還在秘密處理的階段 好 然後我們去到大陸以後呢 那大陸的檢察官開了一個法庭之後呢 我們另外有個同步視訊的另外的一個辦公室 然後我們去的人呢就在那邊看他們法庭開庭的整個過程 然後他聽他們問 然後同時我們做筆記 那我們因為這個被他們等於是幫我們問 所以他對於案情有些部分可能不是那麼了解的 那我們在另外一個這個辦公室聽到的 這個我們的調查人員呢 那他就會補充序問 馬上就把那個補充序問的問題就寫下來 然後就給大陸的檢察官 告訴他們說我還要補充序問這些問題 那個副市長 好 我想因為時間有限 那我的了解 如果聽你這樣子詳細的回答你以後 我的了解就是說我們還是不得直接問 但是我們在旁邊 那如果我們有問題 我們是交給他們的檢察官來問 那我現在反過來回過了來問就是說 那有沒有任何的檢察官 大陸的 大陸的檢察官跑到我們這邊來 要求我們做這樣的一個司法協助 然後 也是透過這樣的一個程序來做 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他們也是在另外一個辦公室 同步看我們的開題內容 然後補充訓問 然後請我們的檢察官問 那他們來的是檢察官 那我現在問的狀態就是說 在這個檢察官掀起之前的公安狀態 就是說 像譬如說現在肯亞帶過去了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是在一個公安 進行的一個 他們叫做 不曉得什麼樣的拘留 我對這個名詞也不是很有把握 他們現在在他們的一個拘留狀態之下 那現在也看到這一個電視上就播出來 他們跑出來認罪 對不對 也有看到 有一張畫面說 這個什麼劉媽媽的兒子在 我也不曉得應該在公安的面前吧 然後這樣的畫面流出來 那這樣子的一種公安的密室偵查的這種狀況 我們至少到 我們現在的理解是我們現在完全沒辦法掌握 他們這個認罪狀況是如何產生的 他們的筆錄是如何形成的 那所以我現在想請教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讓他們的公安筆錄 不要當作證據 但我們至少您剛剛提到的這個程序 就是說我們到那邊去了 對不對 我們的檢查 他們的檢察官問 對不對 我們在旁邊看 我們看了以後我們有問題 我們又直接請他的檢察官問 這樣子的一種對等的一種處遇 然後將這個部分才當作證據 而且我們事實上 某種程度要能夠在他被問之前 要有一個讓他的律師或他的家屬 能夠被跟他自由訪談 確保他的自由意志 避免他在之前受到某種程度公安的脅迫 然後到了檢察官面前的時候 好像一副講的跟真的一樣 但事實上他已經在前面 已經受到了相當的不利的待遇 那即使是如此 即使是如此 我們都還質疑 因為他之前一直在被拘留的狀態 他心理上被壓制的狀況是很嚴重的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很難去期待 我們即使在現場 我們隔了一個 一個什麼視訊 他感覺到一個無緣 沒有澳元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這個的時候 至少我們有讓他家屬能夠自由聘請的律師 不是由他們公安單位來指定的律師 有我們家屬直接聘請的律師 能夠在他的旁邊 讓他聰明感覺到 我們的這一個所謂 我們堅持的這個所謂的正當程序 在他的旁邊是有被實踐的嘛 這一點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委員我跟您報告 這個有分不同的層次 一個很 一個原因 就是說您剛剛直接 我們就講法律 就講公安的筆錄問題 這有法制落差 因為大陸的公安是偵查主體 他們的檢察官是審查起訴的 所以那個概念是不一樣的 像台灣的話是檢察官是偵查主體 所以在我們的刑事訴訟的 那個證據能力的設計上面來講的話 我大概理解 這樣子的一種法制落差 那我們就是因為這樣的法制落差 我們才不安心嘛 我們才不安心嘛 我想你也不會安心 我也不會安心 我們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法制落差的狀態之下 我們理解他們的公安 是如何在操作的 我們在這樣的法制落差 我們盡量的去求取這樣的法制落差 達到一個平等的一個目標嘛 這個就比如說相對歐盟 28個國家他為什麼要 要求28個國家的法制水平 都至少是一樣嘛 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就會造成一個很困境嘛 把這證據拿過來了 這個單純的一個公安筆錄 那我們沒有強制的要求 他的證人到我們的國家 來接受交互結問嘛 對不對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的這個證據的破口啊 永遠會在跟大陸的 這樣所有的過程當中 打擊判罪的過程當中 讓法官陷入了一種兩難嘛 對不對 那我只是希望說 法務部在這一點上面要積極的去爭取 不要隨便的以法制的落差 讓部在他的公安筆錄 隨時都可以拿到台灣來 要求台灣來 來 來辦 我們的人 而我們沒有辦法 委員我非常理解你的理想啦 但是這是耗費的人力物力 還有國家的預算 這個我們都要一併整個配套要一定搭配好 因為這個是非常龐大的一筆開銷 還有人力的支出 我只是說 在我們的 講的這些口水之外 對不對 大家都講說我們在講口水之外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讓他的要求的偵辦的一個 我們希望的一個最低的程序的門檻 要能夠達到啦 在這一點上 如果沒有辦法能夠達到的話 我個人都是完全沒有辦法能接受 單純的公安筆錄 拿到這裡來就要求我們要判死刑 杜氏兄弟不是就這樣被槍斃掉了嗎 那個案子法官還有做其他調查啦 法官就是因為說 弄了一大堆指導說 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地外的一個事情的情況 可是法官在審理的 法官在審理的過程當中 好幾次 要求這個正能都要來 這個正能沒有一個正能能夠過來啊 這樣就判了死刑 好 謝謝 請回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請問一下 好 謝謝 你 Egg Egging 大家olan 我們 大陸 要視乎一下 allein 一 請 希望